今天這集想拆 我們拆一個背夾風扇和一副圈體耳機 那為啥想起來要做這麼一期節目呢 在視頻的最後我再跟大家聊 這裡我們不囉嗦 先說產品 來吧 黑沙是手機廠商第一個做散熱備夾的 我一開始 它的內部結構不就是個風扇嗎 拆完後我才發現 這小東西還是有點技術道道的 我手裡的這個是黑鯊最新出的 冰封貝夾 2 Pro 拆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實際散熱效果 在考驗硬件的遊戲場景下 散熱優化和幀數提升的表現 還是相當明顯 你們看 這是黑鯊 4 Pro 裸機 在玩了半個小時原神後的溫度 56 攝氏度 已經挺湯手了 但是有一說一 你這鍋不能黑鯊來背 一是原神這款遊戲 因為優化問題 本來就很吃硬件 黑鯊竟然還能做到全程穩定58.5幀 再加上今年的驍龍旗艦888 脾氣又比以往更暴躁 整體來看 黑鯊的表現其實很不錯 但是話說回來 這個溫度也確實影響到了玩機體驗 來 我們加上黑鯊新出的冰封貝夾 2 Pro 同樣遊戲半小時 幀數提升到了59.9幀 而溫度卻降到了只有38攝氏度 這冰封果然名不虛傳 尤其是那些走輕薄路線的手機 內部散熱措施多多少少都會有所減配 就比如這台小米11 你們看 沒有被夾之前 半小時原神 49攝氏度 並沒有進行全力輸出 再加上散熱背夾後 幀數提升到了55.7幀 溫度降到了39攝氏度 這麼看來 黑鯊散熱背夾 2 Pro 這199 塊 花的很值 效果很明顯 當你在糾結手機的散熱配置 擔心手機的遊戲體驗時 尤其想買輕薄手機的朋友 只要199 讓你不再糾結 好了 聊笑看完了 咱們開拆 黑鯊冰封散熱背夾 2 Pro 一上手 就可以看到 風扇的下方藏著三顆螺絲 根據有螺絲先領螺絲的拆機經驗 我們先卸下三顆固定螺絲 結果 無論是用吸盤還是拆機翹片 外殼都仍然紋絲不動 又根據拆機經驗 我們估計 這個膠墊的下方應該還有螺絲 不管怎麼樣 先撕了再說 沒想到 這膠墊粘的還挺牢 一撕就斷 所以還是要拉出風槍 用90 攝氏度加熱一分鐘後 終於撕下來了 膠墊下方是一整塊的導熱銅箔 撕開導熱銅箔 這銅箔的厚度要比手機內部的內容厚上不少 然後就可以看到導熱板的四角都有螺絲固定 再卸下四顆固定螺絲 插入拆機片即可分離 智冷晶片與導熱板之間有導熱硅脂填充 導熱板的右側還有一塊緩衝泡棉 兩個拉手通過四根彈簧固定 拉開後可以加住67-88毫米寬度的手機 具體來說 就是小到iPhone 12 mini 大到7.1 吋的黑砂3 Pro 幾乎就是全面通知整個手機市場 拉手旁邊就是溫度傳感器的觸點 用鑷子挑開觸點並取出傳感器 傳感器是直接接觸在導熱板上 之間有導熱硅脂填充 這個結構就讓2 Pro 的 LED 屏幕 能夠實時顯示手機背面的溫度了 我們再來看主體部分 智冷晶片和散熱風扇通過導線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主板的芯片與焊點全部做了封膠處理 溫度傳感器觸點四周也有泡棉保護 這是為了提升冰封散熱背夾的放水性能 避免主板被潮濕或者雨水環境腐蝕 擴展背夾的使用場景 延長使用壽命 看樣子 黑砂不但對手機內部結構上行 對外設品質也是相當用心的 挑開RGB 氛圍燈的 BTB 卸下兩顆固定主板的螺絲 從下方取出主板 上方為顯示屏 顯示屏也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中間為靜音風扇 四周是 156 根散熱柱 這麼多散熱柱 就是為了增加散熱面積 提升熱傳導的速度 下方是 Type-C 口 周圍有泡棉保護 接口焊點的位置做了封膠處理 現在可以看到我最開始卸下的三顆螺絲 其實只是固定風扇 和主體結構並沒有什麼關係 風扇通過導線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拆卸需要用到烙鐵 由於焊點有封膠處理 需要先將風膠挑開 加入少量的鑄焊劑 再用烙鐵將焊點融開 取出風扇 風扇的製造商為東莞有為電子 直流無刷風扇 功率為 5 伏 0.2 安 這是黑砂專門定製的 6700 轉的七夜風扇 主要就是為了提升風量 將熱吹走 同時減少風噪 主板與散熱模組還有兩根導線連接 同樣用烙鐵將焊點融開 分離主板與散熱模組 製冷晶片也是黑砂獨家定製的 總精力達 71 顆 具有超高能效比 尺寸為 30 乘 30 毫米 大於市面上大部分競品的 20 乘 20 毫米 這個製冷晶片 其實就是普爾鐵效應在製冷方面的應用 這是一種半導體熱電製冷技術 簡單來說 就是直流電通過由不同半導體材料組成的芯片時 產生一端製冷一端放熱的溫差現象 從而實現製冷 也讓你明白了什麼叫不明覺例 最後就是外殼部分了 取出 RGB 氛圍燈 四周有膠圈保護 一共 12 顆 LED 燈珠 那這一路看下來 這黑砂散熱倍加 2 Pro 的整體結構 確實不是一個單純的風扇 構造的複雜 超出了我拆之前的預期 總體看下來 它主要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 夾具結構 導熱組件 以及氣流結構 黑砂在用料和結構上的用心 最終有了我們前面實測的冰鋒效果 好了 封過了 我們接著拆 耳機 黑砂這副售價 249 元的有線耳機 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圈鐵雙單元結構 它是由一個 11.2 毫米 鍍態正膜動圈單元 加一個樓式動鐵單元組成 為什麼要用到兩個單元 這得給小白們簡單科普一下 動圈單元 相比動鐵單元 聲音會更柔和 聽感上更溫暖 更容易表現低頻的亮感 反應到實際場景中 就是打遊戲時可以提升BGM為玩家營造的氛圍感 而動鐵單元的優勢在於表現音樂的解析力 對聲音的中高頻有更優異的表現 就是在打遊戲時更容易聽聲變味 雙單元結構的目的就是相互取長補短 發揮最佳聽感 當然這是理論說法 實際還要看各家最終的調教取向 黑莎這款耳機 我個人的聽感 整體還是偏下盤 低音相對突出 打遊戲時氛圍感確實很強 中高頻得益於動鐵單元 表現崩崩不暗 不過還是受到了低音的一些影響 總的來說 這副耳機更適合打遊戲看劇 聽音樂 建議偏向搖滾類的曲風 表現會好一些 以上天改 僅供參考 大家耳聽為時 對了 開拆前 誇一嘴耳機的線材 防纏繞設計 挺貼心的 回想起來 自從八年前入手圈鐵明星K3003 這麼多年了 我自己還真沒看到過 這個圈鐵結構 到底長什麼樣 走開拆 第一步 卸下耳機套 通過耳機出聲孔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動鐵單元了 從結構來看 這種耳塞 只能做破壞性拆解了 我們從耳機的接縫處下手 先用超薄金屬拆機片插入 插入是沒問題 但完全無法劃開或者分離 那只能上刀片了 用刀片強行插入接縫 再沿接縫一點點的割開 即可分離耳機外殼 打開後 可以看到外殼和線材的連接處 是通過灌膠固定的 耳機線直接焊接在PCB上 拆線需要用烙鐵 加入少量的駐焊劑 再用烙鐵將焊點融開 即可分離 來看發聲部分 最上面的就是PCB了 四根導線直接焊接在上面 右下方為動鐵單元的導線 左上方為動圈單元導線 用烙鐵分離導線後 再用鑷子將PCB取出 整個PCB只有兩個元件 一個電阻一個電容 洞圈單元通過焦水固定在外殼內 嘗試使用刻刀撬起 發現無際於事 這種情況就只能用風槍了 風槍90攝氏度加熱一分鐘後 才勉強撬起來 取出洞圈單元 洞圈直徑為11.2毫米 渡太正膜 再取出洞圈單元的保護蓋 就可以看到最裡面的樓式洞鐵單元了 洞鐵單元同樣通過焦水固定 風槍加熱後用鑷子將其挑出 洞鐵單元的製造商為樓式 型號為62462 長寬高大致為5.7x2.8x1x2.04毫米 右耳與左耳的結構和零件都完全一致 這裡就不給大家展示右耳了 我們再來看線控部分 原本我以為線控部分應該會很好拆 通過常規方法試了一下 我發現還是上道片 從接縫處插入將兩側的接縫全部割開後即可分離外殼 正面是三個按鍵的觸點 翻到背面還有一個麥克風 這一路拆下來 我的感受呢 你別看這個耳塞這麼小的東西 內部的零件也不算多 但是為了保證內部的結構和零件完整 整個拆解過程其實比拆遊戲手機還要累 好了 今天的拆解就到這裡 這也沒法還原了 那視頻的最後來播彈幕 大家都聊聊 在目前的行情下 你們買手機時 願意妥協的 或者說不太在乎的 三樣硬件配置 你們慢慢發著 我接下來聊兩句開頭的那個問題 怎麼突然想起來做一期外設的拆解體驗 平時 我經常在我們視頻的評論區 或者後台私信 看到粉絲們 發來的手機選購提問 發現除了因為經濟能力導致的糾結以外 還有好一部分粉絲 是因為接觸的信息太豐富了 反而有點理不清選購時的主次考量 有既想要機身輕薄 還想續航持久 有既想要性能飛天 又想價格1999的 我這裡倒不是要吐槽用戶的需求奇葩 畢竟廠商想要從我們口袋裡套錢 本來就是要挖空心思 絞盡腦汁地滿足我們的需求 但是 我們也要做一個聰明的上帝 畢竟行業整體的技術水平是很現實的 所以 在選購手機的時候 我個人建議 像那些買來後 後期無法優化調整的部分 你比如SoC 屏幕 存儲等 那就盡量一步到位 而像散熱聽音續航這些體驗 手機本身能做得好 那自然更好 實在不行 也不用太過糾結 畢竟後期花個百十塊錢 都可以進行體驗升級 一個散熱背夾 一副好耳機 或者一個小的充電寶 帶著出門也談不上多費勁 我是樓斌 願大家都能輕鬆買到秤心如意的手機 我們下期再見 咱們 建議